咪咚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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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起耳朵 每两个礼拜一次 听故事 形式世界奇趣事 IQ题 什么游戏是最危险的呢 想不想到啊 我们节目完结之前 年底对下答案啦 为什么我会飞 蜜蜂飞行的秘密 喂喂 昆虫科学研究所 我是蜜蜂助手飞飞 哦 你找蜗牛博士啊 呀 他去了蜘蛛博士做研究啊 没这么快再我回 好啊 稍后再打过来啦 拜拜 依旧掃地先 嗕嗕嗕呆 嗕啕 嗕嗕 嗚嗕 嗚 Representative ID 为甚里就有了 tradicional黄金碎 的纸放在这里 看下 照理来说,蜜蜂的翅膀如此小,应该无法飞行 无法飞行? 我明明懂得飞行,为什么说我无法飞行? 博士又出去了,不可以问他 哎呀,夹不了,夹不了 啊,科学要夹得到,观察要做好 我想成为科学家,那我应该要自己观察,自己找出答案的 嗯,好了 哇,那个就是老鹰教练哦 他很大只啊,哎呀,好紧张 哎呀,深呼吸,深呼吸 蜜蜂仔 老鹰教练你好 嗯,那,那,我,我想请教你飞行的秘诀哦 哈哈,要飞,首要是一对强耳有力的翅膀 哇,老鹰教练对翅膀好大啊 哦,我想有成两米阔哦 哦,好像在天空上滑梯哦 啊,老鹰教练,为什么你可以不用拍翅膀都一直飞呢 暖暖暖的风会托起我的 暖风? 啊,得到 博士说过,阳光晒下来会令到地面变热 那些热的空气就会向上升上天 这些叫做气楼 老鹰教练就是利用气楼打开对翅膀 顺着暖风就可以飞得起 还可以一边借力 不用拍翅膀都可以滑墙很久啊 咦,科学认得到答案就知道 咦,不过我的翅膀这么小 帮不到我画墙的哦 咦,答案还未知道 亲爱的蜜蜂朋友 你是不是有困难啊? 我跳一只忘忧舞给你看啦 啊,蝴蝶小姐 哇,你飞得好漂亮哦 你对翅膀呢 好像一把彩色的线那样 开开合合 飞高又飞低 好像在跳芭蕾舞那么优雅哦 是啊,飞行是一门艺术 咦,让我认真一点看清楚先 蝴蝶小姐会向上拍卖对翅 好像一下一下地慢慢拍手 如且飞行的路线 一时左一时右 好难预测哦 每一阵微风都是我的武伴 来,你看 蜂邀请我向左 我就轻轻向左 蜂带我飘高 我就跟它升向上 这个就是我和蜂正心设计的舞步 同风跳舞 咦,夹到了 因为蝴蝶小姐很轻 风会吹动它 所以就令到它飞行的路线很难预测 也都好像跳舞一样 咦,科学夹得到答案就知道 哦,我对翅膀这么小 都不像蝴蝶小姐那样 拍一下就可以托起自己的哦 咦,答案未知道 唉 咦,菲菲,你有做研究啊? 哦,是蜻蜓前辈啊? 是啊,我今次在研究飞行啊 飞行? 有没有东西我可以帮忙的? 真的? 那你可不可以示范一下你是怎么飞的? 当然没问题了 上上下下 左左右右 前前后后 转弯 全部都没问题了 B,好厉害啊 前辈你的飞法很不同啊 不止可以停在半空不动 还可以向后飞 和高速转弯 果然是飞行高手啊 不过,你飞得更快 我猜你拍翼 应该拍得比我更快啊 咦,真的? 让我试一下 是啊 我以前都没留意到 原来自己拍翼这么快的 看起来是比我快很多 哦 得过到底有多快呢?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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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别快夙了 诶 诶 诶 submission 诶 书 曲 嘿 诶 诶 tarde 歇 诶 诶 jak justement 这个速度先 这样 再这样 嗯 OK 等我再试多次了 B 今次清楚了 这里说 你每秒钟拍动翅膀超过200次 真的哦 除了拍翼拍得很快 我对翼还会向外画八字 是这样的 为什么呢 这个就是你蜜蜂飞行的秘密之一了 汪有八字 B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你们刚才太投入 听不到我开门 到底飞飞的飞行秘密是什么呀 除了拍翼拍得很快 蜜蜂每次拍翼都会在空气里 制造很多迷你龙卷风 可以将身体托起来 就好像很多隐形的气球托着你一样 同时你可以很准确地调整翅膀的角度 用来稳定自己在同一个位置 在彩花蜜 或者观察环境的时候 然后就大派用场 原来我对翼虽然小 但是靠高速拍翼 和特别的飞行方法 都可以飞得很好 不过 博士 为什么这张纸说我应该是不会飞的 哈哈 这张纸 是以前的研究员对蜜蜂飞行的错误推测 他们只能计算蜜蜂的身体和翅膀比例 忽略了其他飞行的决定因素 不过 看你 你已经由自己的实验找到答案了 他还去了观察不同动物和昆虫飞行 好认真的 做得很好 做一个科学家是要有好奇心 耐心观察和验证 你今天全部都做到了 B 我飞飞是一仔懂得飞 又懂得做研究的蜜蜂科学 B 科学得到答案就知道 B 飞飞怎么重重挑战 小朋友 你们又懂得多少种会飞的昆虫呢 录音数给我听 看看哪个数得最多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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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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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找了四个自愿参与计划的人进行为期一年的火星居住训练 这个扮火星的训练营叫做阿伊法火星山幽 它是在一个电影片场的密闭空间里面 这个火星山幽分为户外区和居住区 户外区全部都是红色的沙 真是好像在火星那样的 参加这个火星训练营的四个叔叔阿伊 每日都要做很多任务 除了种菜给自己吃 它们还会穿着太空衣走跑步机 扮下火星漫步 就好像走去火星的不同地方搜集资料 好像挺好玩 如果你听起来他们会遇到的考验 就未必会这样想 平时他们挂着家人 發完信息要等成二十分钟才有回复 因为火星和地球真的很远 他们还试过没水用 机器坏了 全部都是靠自己想办法和维修 要不然 不止没水洗澡 还会没水喝 没水种东西 为什么要他们住在一个好像火星的地方 还要住一年这么久呢 原来是为了将来去火星探险做准备的 这四位叔叔阿姨就好像第一批火星居民 他们这一年的居住经验 可以帮科学家知道 如果太空人长时间住在火星 应该要怎么做才可以保持健康 有了这些资料 可能很快就可以送太空人上去那个红色的星球 就好了 IQ 题 究竟什么游戏是最危险的呢 答案是 是石游戏呀 各位小朋友 记得石游戏是不可以乱玩的 不知道什么来 就问问爸爸妈妈吧 今集我们一起和蜜蜂菲菲找出她的飞行答案 成功科学get the dough 如果你都遇到不明白的事 无论是功课啦 玩游戏 或者发生在身边的小事物 都可以学下蜜蜂这样 保持好奇心 问问题 观察 和做实验 那就可以任何东西都get得到 答案就知道 我们还要特别多谢在英国的Kate Nun 帮我们今集故事画画 她帮手画了一幅蜂蜂想像自己做科学家的画 交给她分享一下 Hello 我的名字叫做Kate Nun 挂在那里是十眼袍 桌子的桌子叫做凉杯 然后另外那个就是Test Tool 如果你都喜欢画画 又想帮一下我们的手的话 可以Instagram或者Email我们 对啊 菲菲刚才给了个点重重挑战我们 那大家就要记得去网上留言平台 或者用Instagram录音 数下你懂得多少种会飞的昆虫 如果你喜欢今集的节目 记得去YouTube给like Apple Podcast 和Spotify 五星推介 还有叫你的爸爸妈妈分享给其他朋友 好 我不说太多了 我要回去继续搜 蟑螂啦 蟑螂啦 并且发现了蟑螂千辈 Amanda老师扮演蟑牛博士 故事创作 节目资料搜集 文章编写 剪接 故事宴旨